賀瓏有道歉嗎? 他有道歉 對,那我就會繼續叫他道歉 就是說這種節目 當然大家可以說他是言論自由 可是有些紅線是不能踩的 比如說涉及種族、膚色、性別 或者是談了這一種對身上人事 就是說有各式各樣近視歧視的字眼 或者是善笑嘲笑 這條線是不能踩的 所以說那是來賓個人的事情 問題你撿了,然後撿了撿上去 那他就必須道歉 那當然來賓的發言也許跟他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他現在的這個態度 就讓大家更要去質疑他 你到底知不知道這件事情很嚴重 甚至我個人對他希望他道歉的原因 他的助理主持人也道歉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 柯隆自己想清楚 再給你幾個小時的時間 不然我接下來上正論節目 我還是每天找你 受賴主席的邀請也是要求 來當政策會執行長 還請各位多多指教 那我們來沒有什麼誰的人馬 我們都是信賴台灣的團隊 就這樣 我可不可以問一下 因為你當政策會執行長 你可以說他是言論自由 可是有些紅線是不能裁 比如說涉及種族 輻射 性別 或者是這個 談了這一種 對身杖人士 對 就是說有各式各樣 近視歧視的字眼 或者是善笑嘲笑 這條線是不能裁的 就在這種節目裡頭 你可以虧任何的人 比如說虧 黃宜川沒頭髮 這個我都還可以接受 但是有一種 就是說這種線是不能裁 那你主持人 聽到來賓這樣講 你的反應 你可以呆若目擊 或者是直接把這一段剪掉 或者是怎麼樣 因為他不是 他不是 他是剪完 在上YT 那他其實可以剪掉 那沒有剪 因為沒有剪 所以我們才看得到 那如果現場當時有這個狀況 你可以說那是來賓個人的事情 問題你剪了 然後剪了 剪了剪上去 那他就必須道歉 那當然來賓的發言 也許跟他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他現在的這個態度 就讓大家更要去質疑他 你到底知不知道這件事情很嚴重 這是我個人對他 希望他道歉的原因 他的助理主持人也道歉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 賀龍自己想清楚 再給你幾個小時的時間 不然我接下來上爭論節目 我還是每天找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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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